被郎平教练发掘出来的排球天才张景文 进入国亲队后 很快就带队拿到了世青赛的冠军 国内人都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但任大家没想到的是 2004年身为博乐的郎平教练 竟然将张景文开除国家队 还放话说 只要我在 女排永远不要他 而张景文被开除的原因 居然是一直花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被开除后 张景文如今现状如何呢 张景文在加入国家队之前 是江苏队的队员 身高与体质都远超常人 而且有着精神的弹跳能力 寻常人看到他都会觉得 这个姑娘就是为运动而生的 要是能对他进行强化训练 给他专业系统的指导 将来说不定 他能登上更大的赛场 而事实证明 张景文的确是为运动而生的天才 也的确在国际赛事的舞台上 为国争广 但他的职业生涯非常短暂 他就像是划过天际的流星一般 璀璨的出现在人前 却又飞快地隐没于天际 导致这一切的竟然是他自己的冲动 最初会掩饰人 发现这个闪亮明星的人 是现在女排国家队的教练 郎平众所主持 中国女排为我国的体育事业 拿下第一个五连冠 在体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他们是我们的骄傲 郎平原本也是国家队的一员 在退役后去美国担任教练 帮助美国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但在1994年 中国队上一代女排老前辈们退役 新人还未成长起来 也缺少凝聚力 女排国家队后继无人 走入了糟糕的低谷期 当时远在美国的郎平教练 已经在闯出了一定的成绩 名声地位都唾手可得 但等他一听说祖国需要帮助 立刻一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 担任起国家的教练 回国后 郎平现在对国家队现有的队员 进行了一番观察 他发现这群年轻人并非没有资质 相反能选入国家队的 不管是谁 总是要有真本事才行 但是他们优秀归优秀 跟郎平想要的队员比起来 他们身上还缺点什么 具体缺些什么不好说 但当郎平看到 江苏队女排主力张景文的表现后 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郎平回忆说 当时看到张景文的第一眼 他就被这个姑娘吸引了 张景文非常特别 超全的身体素质 优秀的弹跳能力 高超的排球技巧 这些都让郎平看得目不转睛 尤其是张景文身上 还带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劲 那是磅礴张扬的精神器 也是一种对排球非常纯粹的爱意 郎平当即决定 一定要亲尽全力 好好培养这个年轻人 把他身上的全部潜力 都发掘出来 张景文听说 自己被选入国家队后 非常兴奋 作为运动 谁不希望自己 有机会选入国家队呢 进而 灯灵更大的赛场 代表国家赢取荣誉 展现风采 张景文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排球了 他发自内心的喜欢这项运动 他的喜欢也得到了亲朋好友的知识 在他们的帮助下 张景文找到了适合他的教练 按部就班的学习技巧 磨练自己 在日常的训练中 还默默无闻的 张景文很快就凭借着精神的天赋 吸引到诸多教练的注意 他们对张景文非常欣赏 毫不吝啬的 帮助他在排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从省队进入国家队 这对张景文来说 简直是一个质的飞跃 使他努力了这么多年来 收获了最好的成果 如今努力出不获得成功 张景文受到了极大鼓励 在加入国家队后 自己给自己定目标 把之前的训练分配 每天都会竭尽全力 他的表现 队友们全都看在眼里 对他十分佩服 据队友们回忆 他们从刚开始认识张景文开始 就没见他松懈过 总是待在训练场上 能把同一个动作练上上百遍 就算是到休息时间 大家准备放松一会儿去喝水的时候 张景文总是说 再练一会儿 队友们都被张景文这样的精神感染 纷纷向他学习 也自己给自己加训 整个队伍的积极性提升了一大节 郎平看着在张景文带领下的 女排国家队 坏人一新的新气象 感到十分的欣慰 他相信 中国女排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但是谁也没想到 张景文还没真正成为能够带领中国女排 重返辉煌的领军人物 他就把自己职业生涯一手摧毁了 在刚加入国家队那段时间 张景文不仅异常的努力 还非常的谦虚 在他看来 国家队都是比自己出色的前辈 他刚到此地 当然要足够虚心的学习进步 加强与队友的配合才对 但时间久了 张景文的实力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他也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出色 那些称赞的话 仿佛一个个冲了气的气球 钻进了张景文心中 带着他越飘越高 张景文谦虚的心态 就在这潜移默化中起了变化 他想要变得更强 想要更好的成绩 也想要得到更多的掌声和赞扬 这样的想法太过强烈 强到让张景文 渐渐不能听进别人规券的话 也将他性格中 张扬偏激的一面激发出来 他甚至有几次因为赌气 而缺席的训练 而影响到了队友们 郎平证为 张景文的确有实力又有潜力 能强过队中的大部分人 但是在心态方面 张景文却远远比不上他的队友们 在排球赛场上 实力很重要 但心态是否平稳 会影响到实力的发挥 国家队的年轻队员们 心态普遍比较不错 就算在关键局落人下方 他们也能沉砖冷静地 寻找机会进行反击 相比之下 张景文却显得有些浮躁 比赛需要团体合作 但俗话说得好 牵一发而动全神 赛场一旦有一个人心 才出了问题 很快就会影响到整支队伍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郎平想了很多办法 他私下找张景文聊天 用的是轻松平静的语气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开解 让张景文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张景文始终没有放在心上 不仅没有做出有力的改变 行使作风也没有丝毫的熟练 甚至变得有些颓废了 郎平看在眼中急在心底 不禁对张景文感到很是失望 最后点燃郎平怒火的事 就是后来发生的花洒事件 当时张景文与队友们结束训练后 一起去浴室洗澡 队友们在浴室收拾自己东西时 突然听到隔间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他们联盟跑过去一看 是张景文在与亲戚阿姨吵架 而吵架原因竟然是一只坏掉的花洒 国家队员因为一只花洒与人吵架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张景文非得被记大过不可 队友们赶紧进行劝架 但张景文根本听不进去 反而情绪越来越激动 最后竟发展到了 要跟亲戚阿姨动手的地步 虽然两人并没有受伤 但消息传出去 立刻在社会上传开了 虽然看法不大一样 但大家统一认为 张景文的行为是在给国家队丢脸 郎平教练得知后非常生气 张景文的行为性质十分恶劣 没有人能够包庇他 国家队在张景文身上投了这么多 张景文不仅是辜负了郎平的信任 更是辜负了国家队他的栽培 在郎平的点头下 国家把张景文开除了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被国家队开除 往往还意味着再也不能从事这一领域了 张景文的熟人都对他感到十分惋惜 有些人还找到郎平求情 希望郎平能再给张景文一次机会 但郎平的态度很坚决 他认为每一位能够进入国家队的年轻人 都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与努力的 不能为了一个态度不端正的张景文 毁掉其他人的努力 否则就显得很不公平 郎平还表示他不是针对张景文 但是为了保护国家队的风气和规矩 只要我在 女排永远不要他 在离开国家队后 张景文消沉了一段时间 后来收到了邀请 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里当一个教练 身份的转变并没有阻碍张景文 继续发挥自己排球方面的天赋 他成了这所学校里男子排球队的教练 找来一批热爱排球的年轻人 带着他们连续三年 在全国大学生排球连赛中拿到了亚军 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排球选手 张景文已经与郎平教练和解了 他已习惯了如今的生活 但现在在与他说起当年的经历 张景文总是表示十分后悔 他原本是有机会 登向更高的赛场 但却亲手断送自己的未来 好在他现在已经翻转醒悟 训练队员们的时候 也会时常提醒他们 不要走上他的错路 要打好球先坐好山 这是郎平教练 对女排队员提出的高标准赢要求 而女排不断为国家赢回荣誉 创下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恰好证明了 这项高标准的正确性 国家荣誉和利益高于一切 希望所有人都能引以为戒